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去尝试各种挑战 攀岩就是这些挑战中难度系数相对较小的挑战 只要装备到位,相信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很轻松地攀上几十米高的山崖 不过今天小编要介绍的这个攀岩地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征服 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的东北部,有一处名为魔鬼塔的旅游名声 从远处看就如同一座平顶的塔柱 因为火山活动的原因,它的周身布满了纵深的裂痕 其中最长的裂痕甚至达到了122米的长度 相传它的中心困着一只来自地狱的恶魔 魔鬼塔的外形不同于一般山崖 360度都没有一处能够静止通向顶峰的道路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魔鬼塔成了攀岩爱好者们最渴望征服的圣殿 魔鬼塔的高度大约是264米 这在攀岩爱好者眼中实在算不上太高 但是由于整个塔身接近数值 并且很难找到一块突出的岩石 这也就导致普通人根本无法攀登 就算是专业的攀岩人员也很难爬到顶峰 据了解,从1939年至今 已经有数十万名攀岩爱好者前去挑战魔鬼塔 但是真正挑战成功的只有几十人 而因为挑战魔鬼塔不幸坠落遇难的人 已经达到了数百位 也正是因此当地出台规定 每年六月份都要禁止攀岩一个月的时间 因此如果大家想来挑战魔鬼塔的话 一定要计算好时间 对于这座世界上最危险的攀岩地 小伟伴们有兴趣挑战一下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